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上节课咱们讲了左传的宫之旗建甲道 今天咱们开始讲新的一课 成仆之战 成仆那是地名在现在的河南省范县的西南 成仆之战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32年 那么宫之旗建甲道是在公元前的655年 也就是说在咱们上篇课文的23年之后 发生了这场在成仆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大战 作战双方就是晋国和楚国 晋国一方 当时的君王是晋文公 而生于公元前697年 足于公元前628年 晋文公的名字叫纯尔 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636 到公元前628 大家稍微算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在62岁的时候 才当上了晋国的君主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晋线公他的父亲 自己比较早的时候是立他的弟弟 立幼子他的小儿子即位 所以晋文公出逃在外 整整19年 后来才由秦送回晋国继位 回国后 晋文公整顿内政 加强军力 使国力强盛 他又平定了 周的内乱 迎接周湘王附位 以尊王相号召 在成都之战中 晋军大胜储君 并且在建土 就是现在的河南形阳一带 大会诸侯 成为春秋时期的又一个霸主 咱们都知道春秋武霸 齐宽公 晋文公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 他在43岁的时候 先逃到他母亲的国家 叫敌国 就是敌人阎那个敌 到55岁的时候 他弟弟呢想杀掉他 所以呢他又逃 逃走之前呢 他对他妻子说 带我25年不来 乃嫁 意思就是说 你等我啊 25年以后 再不回来 你再 嫁给别人 你再改嫁 大家想古时候呢 一般人的寿命呢 不是太长 所以有人活七十古来戏的说法 他当时呢 已经是55岁了 所以他妻子听了之后呢 就笑着说 七孝月 25年之后 五种上百大语 虽然 妾带子 他说啊 要真是25年 你不回来啊 那 我坟上的百树 都长得很大 虽然 妾带子 虽然如此 但是呢 我还是要 等你 可见呢 他的这个妻子呢 也是 非常 贤惠 后来呢 他逃到楚国 楚城王呢 带他如上宾 因为当时他很破漏 楚城王对他很尊重 宴请他 在宴会上 问他 以后你怎么报答我呢 这个金文公想了想 他说啊 以后如果我们两军相遇 如果你楚国军队和我进国军队相遇的话 那么 我要退避三社 退避三社这个词呢 就是从这儿来的 在城窟之战里边啊 这个金文公果然是退避三社 这个是城窟之战的一方 金文公 另一方呢 就是楚城王 楚城王呢 咱们在前几篇课文里边也见过 就是这个齐皇宫法楚蒙曲丸 这个法楚蒙曲丸当时的楚王 就是楚城王 宋相公 自认为是霸主 在公元前六三八年 和楚城王 在 一个叫洪 一条河叫洪 三条水 一个洪阳 洪阳中华文化那个洪 在洪这个地方 这个洪呢 是在河南 河南志成一带 打了一仗 当时呢 这个宋相公的军队呢 已经列好阵 楚国呢 正准备渡 楚军呢 正准备渡河 宋相公说 君子不能称人之威 所以 这个他 没有开始攻击楚军 楚军渡河后呢 没排好阵 宋相公又说 君子不攻 不成阵之地 等楚军 渡了河 排好阵之后 再开战 结果是 宋军大败 宋相公受重伤 这个事情呢 毛泽东 称他为 宋相公啊 是蠢诸式的人意道德 在这次洪之战之后 楚国更加强大 楚国更加强大 所以才有了这个 禁楚 成仆之战 下边 咱们开始看正文 这篇的课文比较长 是咱们 这个学习要讲的 课文里面最长的一篇 东 楚子及诸侯 为宋 宋公孙故 如尽告急 先诊曰 报师就换 取威定罢 于是乎在意 胡言曰 处使得曹 而新婚于位 若伐曹位 处必就之 则其送免于 于是乎搜于被炉 坐三君 谋元帅 赵崔曰 戏虎可 趁弃文其言以 阅里阅而敦诗书 诗书义之福也 礼乐得之择也 得意立之本也 下书曰 父那以言 明事以供 车福以庸 君其事之 乃使戏胡将中君 戏真左之 使胡言将上君 让于胡毛而左之 命赵崔为轻 让于鸾之先枕 使鸾之将下君 先枕左之 循林府欲容 未抽为佑 这段里面呢 有几个不太常见的字 到时候咱们讲到的时候 给大家提示一下 东 楚子及诸侯为宋 这个东呢 就是 鲁锡公 二十八年 这个二十八年的时候呢 晋楚两国 为了争得霸权呢 在成仆 发生这次大战 这个楚子 在这说的就是 刚才咱们说的 这叫楚城王 楚城王呢 他帅 陈 蔡 正 许 诸国 军队 围攻 送国 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屏幕上的这个地图 晋 晋国呢 就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山西省 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山西省的简称呢 就是晋 晋楚城仆之战 那么楚呢 是在 南方 咱们在这个 讲这个 齐桓公 法楚蒙曲丸 这课文的时候 讲到的 楚呢是非常南方 很靠南的地方 这几个小国和宋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屏幕上的地图 的显示 都是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 咱们几个小国 宋公孙故如敬告急 公孙故 是 宋庄公的孙子 他是宋国的大司马 如敬 这个如 就是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到晋国去 告急 先诊曰 先诊 是晋国的大夫 他的这个 彩义呢 是在 圆这个地方 所以 先诊呢 又叫圆诊 他说什么呢 报师就换 取位定罢 以事乎在 这是什么意思呢 报师就换 报师呢 去报答恩惠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晋文公 刚才咱们说了 他流亡十九年 他流亡的时候呢 曾经到过宋国 宋相公呢 赠给他马 二十匹 二十圣 就说除了马之外 还有马车 也是对他 这个 非常礼貌 非常尊重 所以他现在呢 要报答 这个 宋国的 恩惠 报师 救换 那么就指 现在解救 宋国被楚国包围的 这个患难 取位定罢 取位 是取得威望 就是在诸国国中 取得威望 定罢 定呢 本来是 确定的意思 罢呢 是指罢业 所以如果死意的话 就是确定罢业 可以活意为 成就罢业 于是乎在义 这于是乎 这三个字呢 是古汉语里边的 固定用法 他和于是焉 焉就是一个 正 底下一个 给予的语 于是奶 于是碎 碎 奶 就是那个 也是虚词 那个奶 于是碎 碎就是那个旧 当旧讲的那个字 于是焉 于是奶 于是碎 于是乎 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当于是家 于是呢 在古汉语里边呢 主要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廉词 和现代汉语里的于是 一样 还一种呢 是词组 表示在这个时候 大家看 于就是在的意思 是就是这的意思 于是就是在这 所以这个 在这时 于是就表示在这时 于是乎在意 他这个呢 实际上呢 是一种强调的说法 其实就是在于是已 就是就在这个时候了 可以翻译为 就刚才说的 这个报尸 就换取为定罢 这四件事情 就应该在这个时候了 就是在就送这个举动了 胡衍曰 就说这个事情来之后啊 就是送公孙顾如今告急之后 这个 晋国 他底下的这些大夫啊 这个文成武将啊 都来 发表自己的意见 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胡衍呢 是晋国的大夫 刚才说先诊的 也是晋国大夫 胡衍自子范 是晋文宫的舅舅 所以呢 又称旧范 胡衍呢 和他的哥哥胡毛 是跟随着晋文宫流亡的 两个老臣 一直跟随着晋文宫 这些人呢 都是对晋文宫非常忠诚的 也正因为有这些忠诚的老臣 所以晋文宫后来呢 才能够成为春秋五八之一 这个胡衍说什么呢 他说 除始得曹 而新婚于位 若罚曹魏 土必就知 得其从免疫 除始得曹 得曹呢 是指得到曹国的归附 楚国呢 得到了曹国的归附 这个始 开始的始 在这儿呢是刚刚的意思 他刚刚得到曹国的归附 而新婚于位 这个婚呢 在现代汉语里是黄婚 或者是发婚 这个婚子 但这个新婚 这个婚呢在这儿呢 就是结婚的意思 这个 给大家讲过 古代的婚礼 就是在黄婚时候 举行的仪式 所以 它才叫婚礼 就是黄婚之礼 那么 婚这个字呢 由于后来 它的隐身意义非常多 所以结婚这个意思 为了和其他的这个婚 的意思区别 给它加一个女字 这种字 咱们说过 叫古金字 这个没有偏盘的 叫古字 是它的 早先早期的字 因为婚礼 就是黄婚之礼 它没有那个 女字 后来为了区别 这个结婚和其他 婚的其他意向 才给它加成一个女字 就是说呢 它又和魏国呢 新晋联姻 所以呢 就是说 楚国呢和曹魏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非常密切 若罚曹魏 楚必旧之 这能看懂 如果我们去打曹魏的话 那么楚国就一定要去 营救 则其送免疫 这个呢 后世呢 不管这种 战略呢 叫唯唯旧照 因为唯唯旧照 应该是在这个事情的后面 但是它这个用的 其实也是这个计策 其送免疫呢 就是说 其送两国都可以免去 这个患难 胡言呢 估计 晋国如果 征伐 曹国 魏国的话 那么 其国和宋国 两国都可以解除 楚国的威胁了 于是乎 搜于贝鲁 做三军 谋元帅 啊 于是乎 又是于是乎 啊 这个于是乎就是 和现代汉语的于是 是一个意思 啊 搜于贝鲁 这个搜 本意是打猎 在这 是指的军事演习 啊 就是在大战之前呢 他要进行演练 啊 贝鲁呢 是晋国的一个地点 做三军 啊 三军呢 是指 上中下三军 按周理 里边的计数 大的国家 应该设三军 上中下三军 啊 中等的国家 二军 小国 只有一个军队 啊 敏功元年 进宪宫呢 做二军 进文宫呢 乘此机会 啊 建立了三军 做三军 这个做 在这就是建立的意思 谋元帅 啊 谋 在这是寻求的意思 啊 寻找军队的统帅 赵崔月 啊 这个摔字 在这念崔 啊 这是人名 啊 这个赵崔呢 也是晋国的大夫 他自子鱼 因为他们在 寻求 这个军队的统帅 所以赵崔说呢 细胡可 啊 说细胡这个人可以 细胡呢 也是晋国的大夫 啊 据记载呢 当成福之战的时候呢 这个细胡呢 已经五十岁了 啊 那在当时来说 就是岁数很大 他为什么说细胡可呢 下边他就要说理由了 称气文其言语 阅里阅 而敦诗书 啊 气文 这个气 在古汉语里呢 是两种发音啊 这个现代汉语已经很少用 啊 一种是念气 表示是屡次的意思 一种是急 啊 就是赶快的意思 在这儿是我屡次 听说他的 言语啊 就是说他的言论 啊 阅里阅而敦诗书 啊 从他的言论里边呢 可以听得出来 他是阅里阅而敦诗书 啊 这个说字 在这儿 就是 通喜悦的 乐 敦诗书 啊 这个敦 是熟悉的意思 诗书 一知福也 礼乐 得之择也 得意 立之本也 啊 他说啊 诗书 他说 上面呢 他说 阅里阅敦诗书 那么阅里阅敦诗书 为什么就能当元帅呢 啊 他说呢 诗书 是一知福也 啊 这个 一知福 这个福呢 就是 仓库的意思 啊 咱们经常说 四川 是天府之国 啊 这个福 就是 就是说四川 就好像是 上天的仓库一样 啊 上天的仓库呢 当然非常富有的地方 啊 义之福 这个义是指道义 啊 是道义的福库 礼乐 得之择也 啊 礼乐呢 是 这个德呢 是德行 啊 择 是指法择 得意 立之本也 啊 德和义呢 又是 这个利呢 是指利益 利益的根本 他说到这儿呢 又引 引经据典 啊 他说下书 这个下书呢 是指的上书 中关于下代的部分 啊 上书呢 在当来 呃 当时呢 也是 也应该算是 比较古老的书 啊 在他们之前的 赴纳以言 明事以功 车福以拥 赴纳 就是采纳 听取的意思 以言 啊 这个言呢 是指的言论 啊 这个以呢 在这儿是 在的意思 啊 就是在言论中 采纳 啊 所以 活语的话 就是采纳 言论 啊 明事以功 这个明事啊 这个事呢 就是考察的意思 啊 就像就咱们今天说考试一样 考察 明事就是清楚的考察 以功啊 就是在这个 用用功来这个清楚的考察 啊 清楚的考察 这个功 那么功是什么意思 啊 在这儿这个功 咱们 还是可以用这种成语 来帮助咱们理解这个功词 啊 咱们想一下有功的这个成语 咱们经常说 有两个成语 啊 可以说是相对的 啊 一个是 事被功半 一个是事半功倍 这个事 就是指做的事情 啊 这个功 在这儿就是 效果 你取得的效果 啊 事半功倍 就是说你 做一半的事情 取得了 加倍的效果 事倍功半 那就很糟了 啊 你做的很多 但是呢 你只取得了一半的效果 啊 所以这个功 就是这个事半功倍 这个 功 就是 成效效果的意思 啊 车伤以佣 啊 其实呢 就是以车伏佣 啊 就是用车 马 服饰 来 这个佣呢 是酬劳的意思 啊 用车 车马 服饰来酬劳 嗯 所以呢 这这句话呢 如果翻译的话 就是夏淑这句话呢 应该这么翻译 啊 有意的话 全部采纳 啊 根据事情的后果 明确的 加以衡量 如果成功了 就用车马 服饰 作为报仇 啊 夏淑上是这么说的 君其事之 啊 这个旗呢 在这是 语其词 啊 可以翻译为 不妨 啊 所以呢 就说您 不妨试试 嗯 这个赵崔呢 就就是说 他推荐细胡 啊 大家注意呢 他这推荐细胡的 推荐细胡呢 他是做 军队的统帅 但是呢 他所举的理由 并不是说 他如何 应有善战 而是说赵崔 而是说细胡这个人呢 他越里越而敦诗书 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值得咱们注意 啊 从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左传的作者 啊 他对这个战争胜负 啊 他思考呢 他是很深入的 他认为呢 这个就是 所以他在记述这个 城府之战的时候 咱们看全文啊 你也会有一个 很鲜明的感觉 他用了大量的笔墨 来描述 城府之战之前的 很多情况 特别是 禁国军队 和楚国军队内部的情况 而这些情况 恰恰是 左传的作者认为 禁之所以胜 楚之所以败的 重要的原因 啊 像这个 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他们在 谋元帅的时候 在寻求员 军队统帅的时候 啊 他们的标准 用咱们今天的话说 啊 就是思想道德 啊 标准 啊 是德为先 这个呢 就是很深刻的思想 啊 他并不是说 凭皮肤之勇 就可以当统帅 而是得有思想 有道德 啊 所以这个 是比较深刻的思想 于是呢 这个靖弓宫呢 就接受了他的意见 啊 乃使戏胡将中军 戏镇左之 使戏胡将中军啊 就是 让戏胡当中军的统帅 就是元帅 啊 靖国呢 刚才说了 他是 这个建立了三军 啊 上中下三军 三军呢 各执 将 左 啊 这样呢 一共是六六个人 啊 六个统帅 合成为六亲 中军主帅 就是元帅 是最高的执政官 啊 戏真左之 戏真呢 也是靖国的代夫 啊 左 就是他做中军的 左 啊 就是 这个左呢 就是副手的意思 我会讨论的 小刀 你会讨论的